鉴定一个网络热门考古视频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还有啥是不能相信的呢 还是有的 比如营销号的下一句话 结合视频后面提到的地名 可以了解到提及的墓葬是磁县 湾征北朝墓 然而发掘简报上的发掘年代是1987年 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对应的营销文 一篇说是上世纪80年代没毛病 一篇说是上世纪范围很大但也没毛病 那这个1958年它是从哪里抄来的 用理性的眼光分析营销号里有多少错误 我们跳过这长达三分钟的描述猪卷的部分吧 这没啥可说的 虽然这一段依旧是废话主义文学 但是我能补充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磁县这个地方古代的名字叫做叶城 从汉末那会儿就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都市 北朝的东魏和北齐都将叶城作为自己的国都 所以在磁县周边的墓葬非常多 不过问题是在近代之前 当地的普通人只知道汉末三国 不知道东魏和北齐 于是看到周围这么多的粉包 将他们全部归到了一人身上 曹操 传说他不是给自己整了72遗种吗 1956年 河北省华镇省级文保单位时 给这些墓葬的定名就叫 磁县72遗种 到1980年的时候 才改正为磁县北朝墓群 而通过勘探 此地的墓葬数量是130多座 差点就是双辈分的72遗种了 这座墓真的只能用绅士悲惨来形容 被错人为曹操遗种那么多年 被盗过 而且现在连封土都没有了 那是谁敢在坟头之上动土呢 就是周边的村民 从1958年开始取土应该是用作烧砖 毕竟三星队一号祭祀坑 也是因为村民取土烧砖才发现的 等一下 1958年 他超出的年份该不会是来自这里吧 这边配的素材都是对的 不过展摆上两只人头鸟有点出戏 但是进入墓室就见到壁画的发掘经过 是他瞎猜的 因为这儿写着呢 墓室被地下水淹了 又一个悲惨经济出现了 对啊 抽水才是第一件事情啊 瓷县湾张北朝墓的墓室 南北长7.56米 东西宽7.4米 墓顶为四角攒监视 现存高度11.8米 复原高度12.6米 那话说 现在你有台水棒向外面抽水 然后地下水还会不停涌入 是不是有一种游泳池 加水放水的及时感 真当这是游泳池加水放水问题呢 到下午水就全没了 简报上说可是抽了三个月啊 整个墓葬的清理工作 就是在非常湿漉漉的环境下展开的 将近2000余件文物 好久没有吐槽并具了 主要是我能给出确切的文物数量装一波 总共出土文物2215件 其中1805件是陶勇 视频里的素材没有错 这些文物在河北博物院的北朝壁画展厅里都能见到 但是镜头转到这里 这两件正墓兽不是弯章墓出土的 属于弯章墓的是画面边缘的暗顿武师有 显然营销号的剪辑是不会在意这种问题的 不过要记住这两只正墓兽后面有用处 北朝的墓穴基本就是单身墓了 帝王威格首先要开墓室大小 之前说了7乘7大概50平米非常大了 然后视角挪到墓穴外面 在墓穴外有一个超级大的家伙被买在了土里 一个高4.07米的人像 这自然是站在墓穴神道两侧的石像 墓穴拥有270米长的神道 而且探查到的原来有风土的部分 大概在8000平方米左右 如此规模那当然可以说是帝王规格了 衣冠种个鬼啦 你被地下水泡了几百年 一样是个尸骨无存的结果 这是纯粹的加戏 行了我们来揭晓墓主人的身份 最最精彩的推测墓主人环节 为啥只是查资料就过去了呢 只好我来详细说明一下了 墓穴本身没有出土任何表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 所以只能通过在周边以往发掘的墓葬来推测 首先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是北齐皇陵还是东卫皇陵呢 显然两代皇陵都会各自选个地点集中营界 弯超墓周边几座确定墓主的人的墓 有如如公主墓和高润墓 如如公主是高欢第九子的娃娃亲 高润是高欢的第十四子 那当然这座墓是属于北齐 然后进行更进一步的判断 又要用到这两只正墓兽了 他们是出土自姚俊墓 姚俊是东卫和北齐两朝的大臣 对比这两只和弯张墓的两只正墓兽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头上不太一样 弯张墓的两只头上还是火焰形的毛 而姚俊墓的两只头上好像顶了个叉子 然后如如公主墓和高润墓中 其实也都有正墓兽出土 而且都有墓之名 根据墓制中下葬时间先后排一下 就能发现头顶的叉子的正墓兽 是从火焰头发展而来的 所以弯张墓的下葬时间要早于姚俊墓 姚俊的墓制名利明确说明 下葬时间是天统三年 也就是五六七年 所以时间范围缩小到了 死在五六七年之前的北齐皇帝 那就进入到了三选一的环节了 高阳高阴高眼 由于高阴是被高眼夺权废了 所以他必然不能拥有皇陵的规格 而高眼夺权后的第二年就病死了 肯定来不及修大规格皇陵 所以就只能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了 好了鉴定完毕 但好像漏了个东西 不是有说过壁话吗 这个是到1989年才发掘出来的 为什么隔了两年内 是一位墓穴的墓道上压了几座民房 拆迁走了之后才能进行发掘 那么高阳墓底最震撼的文物要出现了 鲁布遗仗图 东西两侧墓道总面积达到320平方笔 两侧在青龙与白虎的引导下 各有53人依次排开 堵成106人的皇帝出行遗仗 由于地下水和田土的挤压 本体还是比较破碎的 我们还是用上线稿来讲解 两侧的仪仗结构都是一样的 粗略分析下可以分作三个部分 详细划分能分作八组 第一组四人手持仪式类兵器 虽然是仪式类兵器也是兵器 目的就在于开道 第二组十人 一人持仪式用剑 还有一人持旌旗引路 其他也是仪式类兵器 簇拥着一面鼓 两人抬一人敲 头两组就属于引导的部分 而第三组的四人服饰就开始转变了 两个手持护板的文官形象 一人举着白虎帆 最后一人持剑 做一个成剑引出接下来的皇室 威仪组第四组四个人 这些举的东西就奇奇怪怪了 从右到左是 旌旗 华盖 相风 碧汉 这些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东西 尤其是相风和碧汉这两个东西 在古籍里有提到 但是高阳墓壁画出土之前 完全不知道他们长啥样 现在可算是有个概念了 可以说这一组是整个鲁布遗仗的核心 而后面的三组 也就是遗仗用具和旗帜的搭配组合 简单来说 就是将排场作大的七分组属于市 在遗仗上方是各种神鸟神兽 以及装饰性花纹 河北博物院的展厅里 也有整面墙的复原图 就在小人涌的对面 除了木道两侧 墓室也有很多地方有绘画 比方说门墙上的珠雀大门 原物和复原画来对比一下 确实地面上都有 不过这磨损就更加严重了 好了 这下可算是全部讲完了 我的评价是高阳墓真的好惨 被错任千年 被盗墓贼光顾 被地下水淹 风土被村民拿去烧砖 神道的石像被埋进土里 木顶搭建木道 还被民房压住 这皇陵可真是太别急了